第十集 一直到能看到殡仪馆的大门了 我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这六具刑犯尸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章程 也没有灵堂追悼会等着他们 到了殡仪馆直接火化 然后就等着家属来认领 如果家属不来认领的话 那么就由殡仪馆来处理 别问我怎么处理的 你们不会想知道的 这一天我一直忙得团团转 到了下班时间也走不了 得留下来值班 其实留下来只是应对突发状况 不过这次居然一直到十二点 也没什么状况 于是我就下班了 到家洗漱完 躺床上已经一点多了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 就被手机铃声闹醒 我是满肚子不乐意 一看 十二一 所有不乐意全都烟消云散 二一是让我请假去他家一趟 我可头大不已 连忙跟他解释 我这刚上班 没多久就请假不好 结果二一说 韩晓波 来不来随你 二一可从来没有 连名带信的叫过我 看来是真生气了 得 天大的事都得答应 更何况是请假呢 看看时间 才早上六点 拨了个电话给老耿 老耿也是睡得迷糊 也没看名字就接了电话 喂 怎样 我说 董叔 我 韩晓波 我想请几天 几天假 因为 我这话还没说完 老耿就干脆的说 好 回来补假条 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抱着手机 一阵郁闷 本来打电话 还想着用什么理由请假 结果 老耿答应的 这么干脆 我倒不适应了 老耿 我就那么 可有可无吗 回过神来 才发现 自己真娇气 连忙回了个电话 给二姨 告诉她 今天就过去 二姨这才又叫我 小波了 跟二姨 扯了两句 就挂了电话 说实话 我心里 还真有些激动 能不用抬尸体 就是好 收拾了一下行李 嗯 其实 也没啥收拾的 拿两件换洗的衣服 放包里就行了 想了想 又去买了些 营养品跟烟酒 我姨父 是好烟酒 正好买了送的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中午了 我就直奔火车站 二姨家 离这儿一千公里呢 坐动车都要四五个小时 到那儿 也是傍晚了 二姨家我知道地方 所以出站后 我就打了个车 直接到了二姨家 二姨跟姨父都在家 我一进去 就看到一桌的菜 到她家 我也不客气 把包 往客厅的沙发上一扔 就去开冰箱门 找饮料喝 二姨看我 拎了营养品 跟烟酒 有些不高兴 姨父在边上 呵呵笑着 洗了手 二姨就拉着我吃饭 姨父 拿了两个酒杯出来 得 今天 得赔酒了 二姨看我 筷子直往蔬菜里伸 就叹了口气 说 哎 小波啊 你听一句劝 换个工作吧 我咽下菜 笑着说 姨 你提示我的工作啊 二姨敲了一下我的头 说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看看 你现在都瘦成啥样了 身上一点人气都没有 姨父在边上 刺了口酒 说 小波的工作 也没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吗 二姨白了姨父一眼 说 喝你的酒 别插话 姨父也不生气 只是黑黑笑 看来是习惯了 我不想跟他们继续这个话题 就问 姨 你叫我来干嘛呀 怎么 就不能让你来玩玩啊 说完 看我有些急 就笑着说 没别的事 明天下午 去见个姑娘 我都帮你约好了 我听得一脑袋黑线 姨呀 你这是 着急火忙的 让我跑一千公里 就为了让我相亲的吗 在我二姨面前 所有的抗议 都是突然 看姨父被调教得这么乖巧 就知道了 其实 我也知道二姨的良苦用心 她跟姨父 都是拿我当亲儿子看的 他们本来有个儿子 比我大两岁 不过 在十岁那年 一个人偷偷去河里洗澡 半天没回家 姨父找过去的时候 人 已经飘在那里了 姨父跟二姨 伤痛欲绝 后来 也一直没有小孩 所以 他们对我 真的是 掏心掏肺的 我真不忍心 拒绝二姨 犹豫了一下 就答应了 不就是个相亲吗 有什么 我相信 就我这屌丝呀 那女孩 肯定也看不上我 就当去散个信 也算给二姨 一个交代吧 二姨将我答应 也开心起来 一直笑着 给我夹菜 姨父 则一杯一杯的 跟我喝酒 我本来就不耗这个 酒量又浅 没一会儿 就被灌趴下了 姨父后来 把我扶进客房 我倒头就睡 连早也没洗 睡到半夜 被尿憋醒 头疼得厉害 闻闻身上 一股汗臭味 去卫生间 出了个澡 又去冰箱 搬出瓶 冰水 挤口喝完 然后 又躺回床上 继续睡觉 第二天 我一直睡到中午 才被二姨叫起来 揉着快要炸开的脑袋 起来 刷牙洗脸 就看到 二姨拿了一套 崭新的西装出来 我冷汗直冒 要不要这么大排场啊 只是相个亲嘛 而且 外面这么热 穿一身黑西装 出去 不是找晒呢吗 二姨想想 也觉得这样不行 笑呵呵的 又把西装 挂回去了 我看看二姨 这么上心 自己也不能 太不经意 就问 姨 你跟我说说 那姑娘啥情况 我也好心里有个底 二姨笑咪咪的 坐在我边上 说 小邦啊 这姑娘 可是我老朋友的女儿 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好 你可得加油啊 得 二姨越夸我 越知道没戏 根本 就跟我是两个世界的人 想了想 我问 姨 你告诉她 我的工作了吗 二姨 有些吞吞吐吐的说 就说 在殡仪馆上班 没敢说太细 说到这儿 她看我翻了个白眼 气得拍了我一下 说 小波 你可别太早 说你的工作 别把人家姑娘吓着 我无所谓的点点头 反正 也没对这次相亲 抱多大的希望 我坐在客厅 看了会儿电视 二姨就过来催我了 看看时间两点 约好三点见面 不过 我是男人 肯定要早些到场 没办法 只好出发了 外面很闷肉 看来是要下雨了 我穿着钩子的气氛裤和T恤 脚上穿着帆布鞋 反正是怎么凉快怎么穿 到了小区门口 又打了个车 直奔约好的地方 二姨给我们约的地方 是某个很出名的咖啡馆 说实话 我真不喜欢喝咖啡 不加糖吧 太苦 加糖吧 味道又怪 还不如泡茶也喝得舒坦呢 咖啡馆里 冷气打得很足 我享受得吹了一会儿冷气 等身上没那么热了 才四处打量 打算找个座位 坐下来等那姑娘 韩晓波 就在我四处瞄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叫我 顺着声音看过去 是个美女 美女这两个字 现在被用得太泛了 问个路 都得叫人美女 要不然 说不定 人家给你指个相反的方向 累个半死 还越走越远 这姑娘 绝对称得上美女 要给分 要给分的话 起码有九十五分 长得有八分像那个叫 林什么如的明星 我在脑海里翻了一遍 也没想到 自己什么时候认识这么漂亮的姑娘 就用食指着自己 疑惑地看着她 她笑着点点头 然后也伸出食指 对着我勾了勾 得 看来 这就是那约好的姑娘 二姨原来没夸张呢 还真是漂亮 不过 我这都提前半小时了 她怎么比我还早 走到跟前 她站起来 对我伸出葱白的小手 我就犹豫了 说实话 我们这些天天摸尸体的人 多少都有点自卑 最怕的就是别人跟自己握手 你不握吧 得罪人 人家心里不舒服 你握吧 人家知道你的职业后 心里更不舒服 就在我还犹豫的时候 那姑娘 切了一声 说 不就是台师吗 手都不敢握了 我被她说得有些愣神 二姨 你能不能有点谱 不是说 她不知道的吗 姑娘执着地 继续伸手 得 你不忌许 那我还怕个毛线 我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把手汗擦干 然后 对着那葱白小手 就摸了上去 那姑娘的手 温热柔软 摸着手 感觉真不错 我这还没摸够呢 她就皱着眉头 把手抽了回去 我尴尬地咳嗽两声 坐在她对面 想了想 说 还不知道 你名字呢 姑娘看了我一眼 说 我叫白领 白布的白 领堂的领 这姑娘 难道是我同孩 怎么这么惊悚的 自我介绍 这时 穿着黑色制服 面前围着咖啡色 小围裙的 服务员过来了 白领点了 玫瑰夫人 我点了拿铁 我一会儿 服务员就端过来了 白领 慢条丝里地 往咖啡里 加奶丁和糖 然后搅匀 我对咖啡 实在没什么兴趣 就干巴巴地看着她 白领突然 扑齿一声 笑了出来 然后说 你觉得 我们俩可能有戏吗 我摇了摇头 这点自知之明 还是有的 她继续说 其实 我对你的职业 并不排斥 排尸体 并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工作 我也这么觉得 人家掏粪的 还能成劳门了 职业不分贵贱嘛 白领喝了口咖啡 说 说说我的情况吧 我是在电台工作 主持的节目是 不夜鬼故事 这姑娘 这姑娘 标喊 难怪敢跟我这 抬尸体的握手 不过 电台主持鬼故事 不会被和谐吗 听了我的疑问 白领 怀了我一眼 说 电台 又不是电视台 管理上 没那么严格 而且 只是说鬼故事 又不是 叫人做坏事 说到这里 只见她 两眼闪光 盯着我说 哎 你们殡仪馆 肯定有很多故事吧 说给我听 我好做故事素材 刚好最近 没什么好故事讲了 我这才恍然 难怪人家姑娘 条件这么好 还愿意跟我相亲 原来 是桃故事来了 这下子 我反倒轻松了 这别的没有 故事还不多吗 就我自己身上的 就够了 这一说 就说了两个小时 说的我是口干舌燥 蹲起面前的咖啡就喝 呸 真苦 忘了加糖 爱玲刚开始 还只是听 后来 居然从包里 拿出纸跟笔来 我一边说 她一边记 我瞄了一眼 写的跟鬼话符似的 莫非是传说中的素记 不过 姑娘 咱们在这相亲呢 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敬业 看看天色 也不早了 我就跟她告辞 她愣了一下 然后 就让我把手机掏出来 我把手机拿出来 刮开 然后递给她 她打了一组数字 拨出去 然后 我就听到她包里 手机响了起来 她把电话挂断 然后 把手机还给我 笑着说 这是我的号码 一般人 我可不给 赶紧给我存上 可真够嘚瑟的 我点点头 把手机揣兜里 这姑娘 看来是打算以后 拿我 当她故事库了 跟她道别后 我转身就走 刚走了几步 就听到 她叫我 我回头 她说 海小波 我过段时间 就调到你们 视电台了 到时候 你要请我吃饭 啥情况 从咖啡馆出来后 我就去商场闲逛 其实 我以前都不喜欢 去人多的地方 而是喜欢 一个人躲在角落 安静的自己待着 也许是 从小时候就被孤立 所以习惯了吧 所以 每次去商场 都是把 要买的东西买好 然后 迅速离开 在商场 刚逛一会儿 我就离开了 因为 真的没意思 还不如 躺二姨家 沙发上 看电视呢 回到二姨家 二姨正在 打扫卫生 开门放我进来 她劈头就问我 怎么样 怎么样 我懒散的 往沙发上一靠 说 爷 你觉得 你觉得 她可能看上我吗 二姨 浪了一下 说 万一 姑娘瞎了眼呢 我去 二姨 你是 你是我亲 二姨吗 我郁闷的 打开了电视 二姨笑着 坐在我边上 拍了拍我 说 言一脸 受打击的样子 你跟你开玩笑呢 姑娘 到底怎么说的 看二姨 一脸的八卦 我说 人家 就是想在我这 讨点鬼故事 二姨叹了口气 说 唉 小波啊 你这工作 找女朋友 真的不怎么好找 要不 你把那工作辞了 安姨这边来 我摇头苦笑 我只是高中毕业的学历 现在就业压力这么大 到二姨这边 我能找到什么好的工作 难道 要我啃二姨 跟姨父的老吗 相反 殡仪馆的工资 跟福利都很不错 起码 养活我是绰绰有余了 二姨看我不想谈这个事 就摸了摸我的头 说 我能看着你 把婚结了 成了家 就放心了 到时候 到下面看到你妈 告诉她 她也会高兴 二姨提到我妈妈 我的眼睛 就红了 妈妈 去世已经快十五年了 那时候 我才十岁 妈妈走得很意外 她是溺水而亡 不是在河里 而是 在家里的水缸里 当时 我和妈妈 还住在农村的家里 父亲在市殡仪馆上班 一个月 回家一趟 妈妈去世这个事 当时在村里 引起了轰动 因为 还没听说过 能在自家水缸里 溺死的 记得当时 警察在村里 排查了好久 我们家 没有跟任何人 结过仇 邻里和睦 父亲 在殡仪馆上班 而我 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记得当时 看到村里人 从水缸里 把泡得 发白的妈妈 拉出来 我当时 就晕了过去 警察到最后 也没查出 所以然来 这个案子 只能悬着 悬了十五年 不过 村里 就有了 风言风语 说什么的都有 我跟村里的 小孩打架 也是因为 他们说 我 咳死了我妈妈 这句话 我不能接受 妈妈很疼我 我怎么可能 咳死她 二姨看我眼睛红了 就爱怜的 拍了拍我的头 说 小波 你妈妈 也希望你能好好的 别让她失望 我点了点头 二姨可能觉得气氛有些不对 就换了个话题 小波 你现在还会梦游吗 二姨说的 是我小时候的事 那时候 我才八岁 记得也是夏天 那个时候 农村里已经通电了 也有风扇 不过 这电不正常 老是停电 现在农王改造 倒是不会再有 这样的情况了 天气热 又停电 我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妈妈就拿 仆叶扇子 给我扇风 后来 我就慢慢睡着了 结果 妈妈半夜醒过来 一看我人不见了 当时也没在意 还以为我去接手了 等了半天 也没看到我回来 妈妈就有些急了 爬起来找了一圈 还是没找到 当时她就炸了 大哭大喊起来 把村里人都惊动了 大家一起陪她找 妈妈一路哭着 喊我的名字 到了天蒙蒙亮 他们总算找着我了 我正躺在坟寸子里的 一座坟头上 睡得正香 盘小波请假 去到二姨家相亲 闲聊时 回忆起往事 妈妈的非正常死亡 小时候的梦游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台诗人 第十一集